人生有一个神奇的命运平衡法则 一个天天喝牛奶的人 无论喝的奶有多好 他的身体永远都比不过天天给他送牛奶的工人 同样的道理 一个天天送牛奶的人 无论多么卖力的干活 他的输入永远都比不过天天在家里喝牛奶的客户 这就是神奇的平衡法则 上帝总以公平的方式来维持他的平衡 再来看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个人 一个富贵体弱 一个贫穷强壮 两人彼此互相羡慕 富人羡慕穷人的健康 穷人羡慕富人的财富 甚至富人愿拿全部财富去换取穷人的健康 穷人愿拿身体的健康去换取富人的财富 他们的心愿被一个神奇的医生知晓了 医生用交换人脑的方法帮他们实现了愿望 富人从此一贫如洗 拥有了健康 穷人从此富甲一方 变得体弱多病 从那之后 两个人过上了他们渴望的生活 变成了穷悍的富人 由于拥有了健康 并有强烈的成功欲 慢慢的财富又重新积累起来 她又再度变得有钱 与此同时 她格外忧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身体稍有不适便胡思乱想 担心自己得了不可救治的疾病 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原本健康的身体慢慢又出现了病症 又过上了之前那种有钱多病的生活 至于那位变成了富翁的穷人 作用巨额财富后 同时又发愁于自己的体弱多病 很担心这辈子会花不完这些财富 想想这些家财 可是自己牺牲了健康换来的 若是生前不好好享受 一旦离世就太亏了 于是她开始大把花钱 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 不久后财产便被她挥霍殆尽 由于这段时间她无忧无虑的生活 好心态也带来了好体魄 慢慢的身体又强壮了起来 又过上了之前那种穷且健康的生活 这就是两个人的结局 虽然经历了种种 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 命运的平衡法则 如此神奇又如此离奇 很多人认为命运是不公平的 有人富有 有人贫穷 有人健康 有人卧床 有人轻易成功 有人屡战屡败 但是在各种不公平的背后 总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做调节 她每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给你打开另一扇门 比如上帝造万物的逻辑是这样设置的 猫很喜欢吃鱼 却永远下不了水 鱼喜欢吃蚯蚓 却永远上不了地 每个人都在追求相反世界的东西 因为相反 所以我们穷追不舍的东西 往往在别人那里是举手之劳 于是求而不得 成了人生的基本状态 这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 我们不知道当自己在欣赏别人的时候 恰恰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不用羡慕别人 你的幸福就在当下 就在你这里 你拥有的一切东西 并不是为了取悦你而存在 你若你不珍惜它们 它们会随时离开 命运的平衡法则 如此神奇 又如此离奇 世界是一个天平 你每拥有一件东西 就要为你的拥有它而付出代价 你每失去一件东西 也会因你的失去而重新收获 所有的快乐都潜伏在痛苦 所有的痛苦都隐藏着幸福 这丰富多彩的世界背后 有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 在维持着世界的公平 命运确实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公平的 社会上的财富分配不均 健康状况不同以及不同的个人努力和机遇 都是造成这种感受的原因之一 财富分配不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某些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而其他人则出生在贫困的环境中 可能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这种不平等可以导致财富和资源的不平均分配 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健康状况的不公平也是一个现实 有些人天生身体健康 容易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其他人可能受到遗传疾病 环境因素或其他身体状况的限制 导致他们在健康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此外 每个人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同 有些人可能在一个有力的环境中成长 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而其他人可能处于困难的环境中 必须克服种种障碍才能取得成功 尽管命运似乎不公平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命运 个人的努力 选择和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住我们的命运 有些人即使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仍然能够努力奋斗 克服困难并取得成功 因此 虽然命运可能不公平 但我们仍可以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寻找机会 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环境 同时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提供机会平等 并支持那些处于不利境地的人们 透过公平的政策 教育机会和社会支持 我们可以努力实现更公平和平等的社会 当我们欣赏他人时 同时也可能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或对象 这种情况在社交互动和人际关系中常常出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对于周围的人和事物有着不同的评价和感受 当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感到欣赏时 也许在别人眼中 我们成为了他们所看到的美好风景或值得欣赏的对象 这种相互欣赏和被欣赏的关系 可以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 带来情感上的共鸣和连结 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 我们只是为了成为别人的风景而存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我们应该追求自己的梦想 发展自己的才能 并寻找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尊重和欣赏他人 以建立正向的互动和共同成长的关系 在社会互动中 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风景 但我们也应该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 并确保自己的价值和需要得到平等的重视和关注 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平衡 和谐且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环境 幸福是一种内在的状态 它不仅取决于外在的环境或他人的比较 更关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内心的感受 当我们学会珍惜当下 专注于眼前的事物和身边的人们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可以带给我们幸福感的事物 每个人的生活和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价值才能和机会 而追求幸福并不是与他人进行比较 而是去发掘并体验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 这可能是追求个人目标 与亲朋好友建立深厚的关系 寻找创造力的发挥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喜悦和满足感 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幸福和成就 并学会从他们身上获得启发 但不要让羡慕成为自己幸福的障碍 而是用它作为鼓励自己成长 努力追求更好的动力 所以让我们在当下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珍惜眼前的一切 并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物质财富 人际关系和客人成就 并不是无条件的为了取悦我们而存在 当我们珍惜和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事物时 我们会更加重视和呵护他们 这种态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 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 同时意识到这些事物是暂时的 也提醒我们要时刻珍惜当下 不要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若我们不珍惜所拥有的 他们确实有可能在某个时刻离开我们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当的照顾和维护 也可能是因为外部因素的改变或遗失 因此 重视和珍惜所拥有的事物 是维持和增进我们满足感的重要一环 这个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人际关系 我们与他人的连结和关系需要经营和培育 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些关系 不付出努力去维持和改善 他们可能会逐渐疏远或破裂 因此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感恩之心 珍惜并善用所拥有的一切 这包括物质资源 人际关系 个人成就 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当下 这种态度能够使我们更加满足 有意义的生活 并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 感谢观看